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很多原本鸡鸡无名的女明星一战成名 比如叶玉清 李立真 叶子妹等 很多男明星在半子不红的时候也选择下海 剑走偏风 曲线救国 风月片没落 她们则向别的领域拓展 但后来提到当年那些风流不羁的场景 大多人都把其当成了不堪回首的黑历史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当年那些拍过限制级电影的男明星 一 单立文 年轻时的单立文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她弹的一首好贝斯 曾被誉为香港最好的贝斯手之一 为了养活她的音乐梦想 她不得不进入演艺圈立谋出路 1986年 她出演了刘振伟指导的电影 霸王女福星 正式开始了演艺生涯 四年 她拍摄了她的第一部风月片 当时出品人蔡兰找她的时候 用了一点技巧 只告诉她是出演一个书生对付妖魔 含糊地说了有点小尺度戏码 没想到 到了片场的时候 她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 不过 她转念一想 当演员就是要打破尊严 于是便很轻松地完成了拍摄 但到电影上映的时候 她站在大厅里两腿瑟瑟发抖 她不知道大家以后会怎么看她 片子上映之后反响很好 票房可喜 她也因此接到了更多类似的角色 光是新门庆就演了七次 合作了王祖贤 杨思敏等众多大美女 虽然戏里她常常是一个二流子 但生活中的她情史其实很简单 早年跟梅艳芳有过一段无解而终的恋情 90年代末 她与小她12岁的歌手胡贝卫相恋 经历了十多年的恋爱长跑后 两人于2008年结婚 婚后两人没有要孩子 但至今安爱如初 二 吴启华 1982年 18岁的吴启华进入TVB艺能培训班 与吴振宇 蓝杰英 刘嘉玲成为同区学员 此年签约TVB正式开始了演艺之路 之后的几年里 她出演了《流氓大亨》 《笑傲江湖》 陆鼎记等作品 无一例外不是配角就是反派 1991年 她接到了电影《软凌玉》的邀请 不过依旧是配角 与此同时 一部浪漫的古代电影找到她 一听说是男主角 她以为自己终于要成名成万了 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合约 当得知 其实是一部风月片时 她准备临阵脱逃 但对方告知 她如果不拍就要赔偿2000万 那个时代 2000万对于在TVB待了十年的她来说 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于是她硬着头皮拍了 这部片子票房还不错 但吴启华整个人差点拍抑郁了 多年后回忆拍摄该片的场景 她说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她说因为拍摄过程中 被十几个工作人员围观 被各种指挥 操控 没有什么尊严可言 拍完该片后 她给自己放了一个架 去泰国捋了一趟游 在这里 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的她 第一次走进了婚姻殿堂 对方是泰国富翁之女 不过遗憾的是 婚姻只维持了五年 就以失败告终了 她的情势很丰富 但结局比较落寞 2007年 娶了内地小她21年的十养子 婚后育有一女 2014年 两人没有熬过七年之养 她的二婚再次以离婚收场 现在她独自带着女儿生活 近年来 吴启华在拍戏的剑戏 经常参加商演 一会儿先是厦门 为某品牌床垫宣传 一会儿又出现在某酒吧 热情演唱歌曲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舞台布景之类的都非常简陋 稀稀拉拉的没有几个人 并且大多数人都在看手机 并不专注于看表演 不过 吴启华还是非常有专业精神的 在舞台上十分卖力地演唱 看起来并不在意观众的状态 甚至有的网友认为 她现在什么烂戏都接 什么商演都跑 毫无格调 三 曹查理 曹查理是张志玲的舅舅 演了半辈子奸诈小人 大多数片子里 她都是梳着油腻的大背头 将道貌爱人的坏人 演绎得入目三分 除了演了很多坚决外 她还拍了近百部风月片 被称为风月片教父 港片正盛的时候 她一直片约不断 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拍摄 每个月有两三百万的收入 但因为炒股 她很快拍了个底调 所以在此之后 对于找上门来的风月片 她是来者不拒 一口气拍了上百部 这大大的缓解了 她炒股失败后的经济压力 也确实如她所愿 在一众同行中 杀出了一条血路 直到1996年左右 她才淡出江湖 不过后来她赚了大钱 还是没有改掉爱炒股的毛病 她的加拿大籍对象 为此跟她闹得不可开交 1997年直接弃她远去 至今72岁的她 依旧截然一身 4.徐锦江 徐锦江的人生像开了挂一样 每一个技能都够 普通人漂亮地活一辈子 她偏偏拥有好多个 徐锦江其实也是因为风月片而走红的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 关于这类型的片子 在徐锦江看来是艺术 在拍摄的时候 徐锦江的心态也是艺术的心态 所以拍摄了那么多的风月片 还被称为风月片的鼻祖 但是徐锦江大概是转型最为成功的一位 如今也凭借其过硬的演技而证明了自己 徐锦江和妻子殷朱平 结婚已经有快30年了 两人当初只见了三次面 说了三次话 就闪电般的注册结婚 多年来 夫妻俩感情深厚 一直非常恩爱 5.任达华 任达华小时候家境一般 家里有三个孩子 母亲是普通工人 父亲是水井 12岁那年 父亲因工殉职 家里的日子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为了帮妈妈减轻家里的负担 她十几岁就开始做模特赚钱 19岁那年 她考入TVB艺能培训班 之后签约了一家电影公司 开始做演员 但她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刚入行 跑了很多年的龙套 完全没有要大红大紫的迹象 后来 风月片开始盛行 不难发现 这类片子的导演 都喜欢找人高马大 身材雄壮的男明星 来演男主角 从外形上来说 任达华是不二人选 于是 从90年开始 任达华开启了自己的风月之路 任达华跟徐锦江一样 合作过的女演员 对她们的评价都很好 有时候 为了尊重女演员 避免与她们产生身体上的接触 任达华经常会用手和膝盖支撑身体 一场戏下来 妖机劳损失尝试 后来 《古惑仔》系列电影诞生 她凭借演技成功转型 之后的几年里 她更是成为港片中的中流砥柱 金像奖提名了九次 最终凭借岁月神偷 获得了影帝奖杯 如今67岁的她还活跃在一线 虽然去年六月底确诊了新冠 但目前已经恢复健康 任达华的妻子琪琪是上海人 两人已结婚25年 婚后育有一女 18岁的女儿也长得格外出众 经常因为较好的外形受到关注 6.王淑琳 1994年 走出无线大门之后 王淑琳选择了一条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路 她开始接拍报仇丰厚的风月片 王淑琳的这个决定 惹恼了王家二老 王家虽然是小门小户 但也是要面子的 大丈夫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怎么可以为了多赚几两岁银子 就跑去拍那些 让人指着几两股 说三道四的电影呢 面对父母的强烈抗议 王淑琳只能搬出父母 渴望已久的暴孙计划说事 自己没房没车 哪个姑娘肯嫁给自己 没钱娶媳妇 二老只能抱狗了 二老无奈只能妥协 不过也提出要求 即使拍风月片 也要尽量挑些干净的 太过分的话 他们宁可不抱孙子了 王淑琳急忙答应 转身就进剧组赚钱去了 王淑琳紧随风月教主 徐锦江任达华之后 在风月片市场独占风骚 他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 他很会挑剧本 从来不借那种 直奔主题的电影演 总是选择那些前戏铺垫的 像文艺片一样的风月片 借此展示自己皮帅的演技 由于定位精准 王淑琳还因此获得观众封给他的 风月片白马王子称号 名声大振 如今 王淑琳和许秋仪的儿子 也已经长大成人了 继承了父母的高颜值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像极了喜剧片里最美好的大结局 七 梁朝伟 电影色界想必大伙并不陌生 其中梁朝伟与汤伟不可描述的部分 在当年可谓是震惊全网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 梁朝伟被问这部戏难不难演 梁朝伟坦言 其中有一些戏份给予他很大的心理压力 梁朝伟还说 这些戏份哪怕是关系跟他很好的王家卫导演 要求他出演 他都不能很心安理得 顺顺利利地演绎出来 在影片当中 梁朝伟和女星汤伟有很多大尺度的亲密戏份 大家可能第一感觉 不会想到这两位演员的能力 而是一直在猜测 两人有没有假戏真做 不得不承认 这部片子出来后火遍全球 而梁朝伟和汤伟 更是因为此部影片获得了金马奖 最佳男女主角 此片的导演更是因为这部电影名利双收 娱乐圈容易出名 容易赚钱 因为它是聚拢钱财的好地方 当然随之带来的便是这个圈子的混乱 而在港星中 因为情色造成影响的 远远不止陈冠希一个人 应该说陈冠希只是那群人里最倒霉的一个人 今天就来盘点情史丰富 堪称乐女无数的十大香港男星 一 陈冠希 香港娱乐圈内 谁堪称千人展唯我冠希哥 这个长得瘦瘦的 歪着嘴的坏小子 却令女人疯狂 令男人羡慕嫉妒恨 他曾一手策划和导演了 令娱乐圈文之色变的艳兆们 MagicQ 阿娇 张博之 肖亚轩 陈文元 邓立新 杨永晴等 一众女星全部中招 而退出娱乐圈后 他风流依旧 谢止慧等女星 又成了他的身下之福 二 成龙 成龙大哥不但手上功夫了得 床上功夫也不赖 虽然人长得不咋地 但是与他传过绯闻的女星还真不少 比如邓立军 米雪 林青霞 丽智 关之林 张子怡 张曼玉 吴奇力 荣祖儿等女星 都曾与他你浓我浓 正因为太过于风流 所以一时杀不住车 搞出了人命 和吴奇力生下私生女 受尽世人指责 三 黎明 如果用金庸笔下的人物 来形容四大天王的感情的话 刘德华就属于虚竹 突然静女色让人惊叹 张学友就是郭静 一生只爱一人 孤富城就是伟小宝 见一个爱一个 而黎明就属于段正纯 收了一个又一个 黎明的后宫又与段正纯的有所不同 段正纯一生只寻侠女 而黎明则是遍地开花 先是建立了三宫后 又建立了两院 先是建立了秀女宫 又是女神宫 再有就是港姐宫 之后就是一国院 最后呢 就是扶正院 秀女宫有三号秀女 一号秀女就是恩师的女儿 代孕慧 这也是黎明出名之后的第一个女友 而黎明也是代孕慧初恋 二号秀女黄鸿晴 这位秀女是黎明在ATV训练班认识的 不过二人只是在学习期间擦出过火花 不过随着二人的深入交流 渐渐地也就画上了句号 毕业之后的黄鸿晴 就直接转入了富商的怀抱 女神宫一号女神就是初代育女王祖贤 当时的王祖贤也是有心要在音乐上有一定造诣 便败入了代孕聪门下 与黎明有了接触 二号女神陈松林 八九年黎明出演了天涯歌女 她也和剧里的女一号陈松林 传出了一段佳话 三号女神则是王妃 在拍电视剧《袁正侠》时 黎明与遇到了自己刚刚出名的小师妹王妃 这次的绯闻也流传在媒体之间 原因也是因为二人在戏里的激情戏过于真实 让媒体产生了疑问 四号女神则是周慧敏 五号女神为张曼玉 六号女神为舒琪 七号女神为张伯芝 八号女神为杨彩妮 黎明分别与其有过或深或浅的牵扯 不少港姐也和黎明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扯 首当其冲的便是周海妹 虽然当时并没有什么两人在一起的确切消息 但多年之后 周海妹却给出了解释 自己和黎明确实好过几年 而黎明不承认 也应该是因为这段感情毕竟不太光彩 港姐李嘉欣也与黎明有过一段牵扯 但两人并没有真正在一起过 就在与李嘉欣缠缠缠缠的时候 黎天王身边还有另外一位港姐 陈淑兰 二人在黎明拍对不起我爱你的MV时节时 见到了偶像陈淑兰 立马就表明了自己的爱意 据传当时黎明并没有拒绝 只不过是在发展地下情 除了中国演艺圈 韩国日本演艺圈的明星 她也不放过 金喜善 李奈英 赖湘潮护等 韩日性感女星都曾跟她暧昧到不行 四 曾志伟 曾志伟不但长得矮 而且说话的声音像压弓 但是这些绝对不影响她泡妞 纵横香港演艺圈四十余年 她结过三次婚 也被影射经常向身边人行不轨之举 还曾被猜测是极油男 以及贝姨有过私生子 总之她花花肠子颇多 叶韵姨 徐婉 林苑 范江明月 吕慧姨 张美妮 一个个不但年轻漂亮 而且身材高挑 五 郭富城 郭富城个子不高 长得不帅 但是却超有型 在四大天王中 以武技出众 而她情史与黎明不相伯仲 而且中外女星通吃 因为风流成性 所以熊戴林七年青春 都不让她收心 与熊戴林分手后 郭富城不但跟狗云会传匪 更与内地八零后歌手 叶希奇打得火热 两人曾家中缠绵 三十余小时被曝光 不过仅仅亲密了一两个月 便已宣告分手 娱乐圈内谁将是她的下一个女朋友呢 我们拭目以待 六 周星驰 周星驰凭借独树一帜的喜剧 纵横影谈 虽然年过五十 她依然单身 但是她的过往情史也堪称丰富 几乎每位跟她合作过的女星 都对她欲罢不能 难忘的初恋女友罗慧娟 刻骨铭心的朱英 于文凤 张敏 孙家军 莫文卫 赵薇等等 七 谢霆锋 谢霆锋十五岁进入演艺圈 至今已成为影视歌三期天皇巨星 当然关于她的绯闻也从来没有断过 而且清一色的姐弟恋 除了广为人知的和王妃的恋情外 还有梅艳芳 郑秀文 代孕师 赵学尔 张深月 卢巧英 林心如 周迅 连她的前妻张伯芝都比她大几个月 2014年 风飞赴和当年被人们看好的姐弟恋 在各自有了一段婚姻之后 又走到了一起 八 谢贤 谢贤一段年龄差距超过49岁的爷孙恋 更是一直被封为男人的典范 谢霆锋的老爸谢贤做的事 比自己的儿子谢霆锋还要传奇 谢贤的一生也很传奇 年轻时风流成信 娶了两个老婆 一个是大美女珍珍 另一个是迪波拉 除了这两个 小她49岁的女友Coco 也是个传奇 谢贤和Coco的相识 据说是在酒吧玩的时候 Coco主动搭讪 于是谢贤就被她迷住了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别看谢贤那时候都快七十了 但那浪漫情怀可不比年轻人差到哪里 两人的感情十分要好 动不动就热吻 完全不分场合 即使在大街上 也会忍不住亲吻对方 谢贤与Coco在一起时 年龄就已经不小了 如今的她更是已经80岁高龄了 知道她为什么不摘眼镜吗 当她摘下眼镜后 是十足的老头子一个 脸上都是皱纹 别看平时那么酷 但其实早就是一位老人了 9.黄秋生 黄秋生在香港娱乐圈 不但是大嘴巴 也是冯流的主 她虽然已早有家世 但是却一直分居状态 其而在国外 她独自一人在香港居住 而当有媒体关注她的私生活 她却语出惊人 我老婆都不管你凭什么管我 所以娱乐圈与她传过绯闻的女星 有一箩筐 而且都是性感多情的游物 随便数一数 都会叫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瞠目结舌 李龙仪 吕慧仪 周楚楚 孟广美 范冰冰 陈亚伦 黄卓琳 十 古天乐 古天乐作为曾经娱乐圈 男演员巅峰颜值的存在 在神雕侠侣中 杨过的扮相 一直是至今无人能超越的存在 见眉星目 鼻如玄胆 口碑也一直不错 热心慈善却低调行事 是娱乐圈公认的正能量男神 在自己的感情关系上 古天乐也将低调贯彻到底 多年来公开承认的女友 只有黄继莹一人 因此让许多吃瓜群众 都误以为古天乐 洁身自好 用情专一 是娱乐圈林绯闻男神 其实不然 古天乐曾经是香港有名的 花花公子 女朋友数量比韦小宝还多 古天乐的爸爸也直接爆出 古天乐每天都带不同的女孩 回家过夜 一 郭县妮 郭县妮曾经获得过 国际华裔小姐冠军 此后便嵌入香港无限 拍了《古灵惊叹碧》和《寻情记》等经典TVB剧 也就是在拍《寻情记》时主动搭上了古天乐 在拍摄期间 郭县妮曾经突然失踪16小时 剧组都打算查房找人了 最后知情人透露 郭县妮在古仔房间度过了这16小时 更有工作人员目睹两人在片场态度倾尼 古仔还当众抱起锅县妮 2.郑秀文 郑秀文和古天乐曾经多次合作 演了很多经典影片 郑秀文也大方调侃 想再次合作 但千万不要合眼肉谱团 因为大家都没这方面的本钱 两人日就生情逐渐擦出爱的火花 以至于被香港狗仔 拍到了两人在日本同房过夜 3.陈乔恩 陈乔恩和古天乐在一起将近三年 但在结束之时 这段恋情才被曝光 两人常常为琐碎小事而吵架 让这段感情逐渐分崩离析 经过这段感情 陈乔恩受伤很深 通过出国游学来派遣辛勤 霍建华也在此时趁机而入 陪他在香港散心 4.李珊珊 港姐李珊珊在《见证史录》里 饰演小唐蔡一绝而被观众熟知 与古天乐合作派戏时传出暧昧 为此李珊珊当时的现任男票 钱佳乐还找古天乐打了一架 5.罗明珠 罗明珠和古天乐秘密派脱三年 最终因古天乐不愿意将两人的恋情 告诉朋友而分开 多年后罗明珠才公开了这段前程往事 6.黄继莹 这位古仔唯一承认的正牌女票 在《天龙八部》中饰演孟姑 两人拍拖七年 在古天乐被媒体爆出坐牢丑闻 演艺事业跌入谷底时 黄继莹不离不弃地守在她身边 虽然古天乐谈过女友众多 但对待每一段感情也还算认真 也希望古仔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如果喜欢此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